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认为说他在办公室交一千五百万给柯文哲 我不认为这样 为什么会洗钱 你知道吗 如果说只有这些钱的话 陈佩琪没有条件去看一亿两千万的房子 看两户 所以我觉得那个钱就是刚刚杰明说的 一定是很多的钱 包括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台信金是吧 星光金 星光金 然后他去发标的数字是那样 得标的数字是那样 市场价格是这样 得标价格是这样 中间那个差距在哪里 那个就绝对不是小钱 而且他所谓洗钱 就是换句话说 沈青金也不会笨到说 拿一千五百万到办公室交给他 或者在什么挖土的现场 在洞土的现场交 我不认为那种大老板 但是你觉得这个剧情太过撒狗血了 你觉得这一千五有可能不是现金 有可能用别种的形式 不知道怎么洗 这种可怜 还记不记得沈青金 那个 这种大老板不会带着一千五百万去交给当事人 你还记得他的司机提钱去澳门 一提了一两千 然后大老板不会亲自去提这个钱 但是一个问题还记不记得他选举 总统大选选到后来的时候 他出国了一趟 而且出国前一天到 手机不见了 出国前一天到沈青金的那个庄园去 换句话说他们去讲什么 他那一趟去美国干什么 换句话就是说所谓洗钱 怎么去了淘珠影园 那后来隔天去美国手机就丢了呢 丢在海关 刚刚约会说的没错 就是说你那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他到那边就直接从美国就直接汇 他在美国有没有户头 现在没人知道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 现金在手边 不会去看那么贵的房子 而且大家刚刚 大家现在都忘掉那四千三百万的那个商办 那个商办他真的有买吗 他过户的那个条件在哪里 然后付款的那个条件在哪里 那个商办的主人 原来就是沈青金手下的一个人 所以换句话那栋房子 那个什么贵俊杰好像有被找去问 对 然后那个房子的租户还在里面住 你就去卖掉 没有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真的很多 不只是光是这几笔 什么两百一十万跟一千五百万 都是小钱 你知道包括三百万那个黑道大佬 还有那个两百万那个 那个基隆的那个妈妈 基隆市长的妈妈的 那些都是小钱 他会看两户一亿两千万的房子 他手边没有十亿 不可能出那种手 那些钱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也怀疑说 他的钱放在哪里 不是有人捐款的人说吗 所以他的洗钱的问题绝对在 那你说 你刚刚刚刚说 黄珊珊跟陈佩奇想要挖那个大秘宝 说那个钱是在哪里 不要装了啦 陈佩奇绝对知道钱在哪里 整编人 有可能不知道吗 陈佩奇怎么会不知道 否则他怎么去看房子 对 他不知道口袋多深 怎么看得起那些豪宅 如果他不知道那些钱 他怎么跑去看房子 你说柯文哲一定跟他说 我们有这么多的钱在哪里 他才去看房子 那你买房子的时候 钱从哪里进来不知道 那黄珊珊知不知道 我已经说了 他是柯文哲竞选总统的总干事 总干事管钱管人管账 对不对 管那个秦城 所以他一定也会知道 而且那个怎么过程 他难道不知道吗